台灣真的不簡單 現在台灣人可以出國 是會切第三次團的 台灣北流航班 給不少人都很期待 不過這個團費 介紹不太 團費高級說六萬到二十萬 都有 還有六專家也說 到北海南的北流去遊覽出途 主要都是海上的活動 差不多都可以維持 下高紀念 外面的災難 尤其都看得很高興 沒有想要送水賣水 可以輕鬆水牆 譬如四月車一 就要開放給觀光客來這裡送 想要出國的民眾都很期待 不用擔心會陪當地人 有太多指摘 那就是人客人 國流它百分之九 九十以上的景點 其實都是在海上 或是海底下 同樣固定的導遊 同樣固定的這個飯店 同樣固定的餐廳的話 其實會接觸到當地的機會是不多 如行車也暗算 帶台灣人去五輪漆 海鐵漆 海底漆 會知道先去買頭坐著出海 去沖水味的地方 隨便開始玩水 稍後再去倒數吃中逗等 再去後一個沖水味的地方 和UK在海面上先說要做SPA 拿這個翁北京 可以看天才追強 不過經驗要在整個月 如果介紹已經差不多出來了 國流官方那一邊有釋出 大概有八間的飯店 其中像是老爺 還有像是帛琉飯店跟帛琉大飯店 中等級的飯店的話 價格會大概落在六萬塊以上 比之前 沒以前三萬塊 介紹會起一輩 當然五天四枚介紹會再幾萬五 而且沒有包括菜減和保險費 夠親像KK地也開始幾月 四天三枚 不用六萬 五天四枚包括菜減費用 超二十萬 鄉西包含菜減費 差不多在這七萬九九萬 但那一年我 想要感受 人家風情 不管客人下落貴 也是有賓中興趣趣